大帝也调皮,一组照片抓拍普京搞怪的一瞬间现任的俄罗斯总统全名叫弗拉基尼尔弗拉基尼罗维奇普京,他正是手腕强硬,任期期间,整体提升了俄罗斯在国际地位的地位,且是全球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但是这样被称为俄罗斯第一铁血硬汉的身份下,普京的表情包也不少, 图中是2016年莫斯科,普京接见奥运代表团时候的搞怪照片,图中最良的表情不是普京,而是普京面前的女人,她看着普京的感觉,简直就是大写的嫌弃,图中是普京大帝嘟着嘴上车,一向以强硬手段闻名的普京居然还会有这么少女心的表情,这不是我认识的大帝普京, 图中是摄影师貌似拍下来的普京表情包特写,也不知道普京看到什么东西了,一脸不可思议的表情,给摄影师加一个鸡腿,图中是普京得知乌克兰筹被罪额的恐怖袭击的特写照片,一脸表示不屑,这个才有强硬手段的总统风范,图中应该是普京大帝最有魅力的照片了,亲密的向你眨眼放电哦,摄影师抓拍的这张照片, 大概是他有生之年拍出的最佳照片了,最后给一张普京的帅气照片,2000年首次当选俄罗斯总统以来,不管你认为他是稳定国家的硬汉,还是眷裂权力的大帝,没有人会否认普京的实力和权能,他不但在政治上手段强硬,还会架飞机,开赛车,各项运动也十分精通,甚至还会弹钢琴。